老板 耍流氓啊你 不是李总 今天我奶奶90大寿 我想进你的车回去 给她亲个生 你奶奶90大寿 对 谢谢李总 你奶奶过大寿 你空手回去 怎么可能 我这不给她准备了一箱坚果吗 什么 你给奶奶买个坚果 你可人孝顺 必须得也 你听我好赖话是不是 你就不能给奶奶准备一点 有心意 然后又能让她开心的礼物吗 那我准备啥呀 也是啊 所以条件都这么好 啥也不缺呀 你给带一个孙媳妇回去呗 不是李总 你就别开玩笑了 我现在去哪儿 给她找个现成的孙媳妇啊 这是现成的吗 爷秘书 你去呗 你又会来事 爷秘书你有空吗 我可不信 我没空啊 到时候你能一帮兄弟姐妹都在 我受恐我害怕 我早就说 让你平时多交一些新朋友吧 出去玩就不会那么受恐 那我也得有招招新朋友的机会呀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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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鬼鬼鬼祟祟在干什么呢你 哎呀快走快走 我跟你特别奶奶过生日 你又来这一趟 你刚才拒绝是不是又怕李总说闲话 李总没跟过来吧 他应该不知道 我刚才偷偷跑出来的 哦 想想 刚好我今天下班没什么事 我陪你去给奶奶过生日吧 帮你演一下她的孙媳妇 不过你别误会啊 我是希望老人家一把年纪了 能每天都开心 不跟李总 那个 那个要不 要不算了 我 我自己去 他应该也挺开心的吧 你这么一把年纪还单着 谁瞅着不闹心呀 我冰冻长辈心思 而且我还偷偷给他准备了 另一个礼物 他开了绝对能 开心的活动 一百岁 啊 什么礼物啊 不是 李总 你哪弄来的 你昨天是不是跟钱单出去吃饭了 对啊 谁让你跟他单独去吃饭呢 不是你说的嘛 要让新同事揉入集体 哎 再说了 我自己掏的钱 没让公司报销 我不管 你就是不能跟其他女的单独出去吃饭 不是 严秘书 你讲不讲道理的 你只是我上级而已 再说了 那个是下班时间 你管那么宽干嘛 我就要管 有本事你辞职啊 你以为我不敢是吗 我一个实习生我怕什么 好啊 你敢辞 我就敢拼 辞就辞 谁怕谁啊 我现在口头告知你我要离职 明天我不来 好 好巧啊 严秘书好巧啊 好久不见 最近怎么样 一般般吧 刚离职 刚离职啊 要不你来我公司吧 当我的实习生助理 待遇不错 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个人可能会经常迟到 那有什么的 正义都会迟到 你为什么不嫌 那那就行 不是 那是我 你是我助理 你嫌弃我 没没没 我没有嫌弃的意思 就是我这个人可能有一点洁癖 不好意思 洁癖是吗 我好像知道个偏方 专制洁癖 你要不要试试 真的假的 那赶紧试试 这个洁癖 我跟你讲 困扰我好多年了 吃好了吗 啊 迟到了 站住 你一个私心中 总迟到 什么意思啊 严秘书 我那个 咱们公司一周五天吧 你哪天不迟到 我迟到还不是因为你 哎呀 你迟到还有理了 严秘书 这事情应该严肃处理 不然公司悲剧乱套了 我 你 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 哎呦 你坐你坐你坐 不是严秘书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昨天晚上你自己说 睡不着觉叫我陪你玩游戏的吗 对 对 对 是啥吗 有同事你就这样吼我 我再也不陪你玩游戏了啊 别生气别生气 你给我站起来 不是 实在还有脸坐这儿 你当你自己是谁啊 什么事 严秘书 这项目稳健 你看一下 放那吧 我 不是严秘书你这变脸也太快了 刚才当着她的面那么凶 哎呀 我这不是做给同事看的吗 雷达 既然你都这么熟了 那我就原谅你吧 我爱你放手 不是 这还差不多 严秘书的爱 你这种爱吃到的 就能清醒一下 你干嘛 我看你这种人 就能好好清醒一下 我的 哎呀 好哥 不是严秘书 你要是有病 你就趁早治 你能不能不要折磨我呀 哎呀对不起嘛 我最近先学了个魔术 要不我比方给你看 什么魔术 你信不信我的嘴 不碰到你 就能亲到你 你竟跟我扯淡 咱俩一百来 行来就来 怎么可能啊 哎 确实不行 我输了 不 哎 当老板发现 秘书有点反差 怎么了李总 你有没有发现 连秘书最近有点不对劲 啊 没有吧 李总 他在公司的时候那么高冷 怎么就跟你在一起了 成同妩媚啊 我以前没学谈人格 这么反差 没有吧 李总 就是你想多了 我可重申一下 咱们公司不许找不到这点情 我我没有啊李总 没有就好 哎 给你个任务 你去调查一下 他最近为什么反差这么大 啊 我去见个客户 回来给我调查结果啊 好处少不了你灯 不是 哎李总 那个我 呃 也没找 啊 啊 啊 就 亲一个 不是 也没找 你灯吧 这李总都说过 我不许办公室殷勤 而且哪个办公室 你别玩火 我给你200 我 我要400 行吧 400就是400 来吧 100行不行啊 咋还讲价呢 啊我饿了 我想点个炸鸡吃 我 行吧 来来来来 哎 58 我 还想点杯奶茶喝 你灯我玩的那五十一百的 就五十杯 奶茶我也帮你点一杯 行行快点了快点 哎十块行不行啊 不是十块过分了吧 哎呀咱俩都认识这么久了 咋个折油也不过分吧 就十块 十十块来来来来来 嗯 算了 哎 哎 哎哎哎你都会你你啥意思啊 我就认真砍价啊 你会买菜用吧 这儿 哦啊 哎哎哎 严秘叔 那个那个清水的那个事还来吗 我 我可以不要钱呢 想的挺丑 想的挺美的 不是 哎 哈哈哈 哈哈 雷 雷 李总你就是想多了 我都调查清楚了 那严秘叔就是想换个风格而已 是吗 那是我多了 啊 辛苦了 啊 啊 哎 哎 李总 那个你不是说会有好处吗 哦 哈哈 不是我的忙碗了 哈哈 那个 我可以冒昧的问一下 有多少奖金吗 我没说是奖金啊 啊 那是啥 下方后给我看个电影 就你的表 不是 这这这这也算好处吗 这能够算惩罚吗 对 哈哈哈 怎么怎么也开始学严秘书呢 嗯